接下来去看看紫色的水果 宁夏赫兰山东路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联片产区 眼下酿酒葡萄已经大片成熟了 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一颗葡萄是如何变身成葡萄酒的 我现在就在宁夏赫兰山东路的葡萄园里 我脚下的这片地种了有两千多亩的赤霞猪 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人们正在趁着情好的天气 忙着采摘酿酒葡萄 那目前赫兰山东路的葡萄主要采用手工采摘的方式 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筛选 让葡萄有一个好品质 在过去这里是一片戈壁荒滩 那大家来看 这儿的土壤当中不仅有沙子 还有这样大小不一的石块 但是就是这样的沙石地 它的土壤通透性是特别好的 再加上宁夏赫兰山东路 光照热量充足 周围温差很大 这就为酿酒葡萄的生长 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 这条黑色的管子 是水肥一体的滴罐设备 可以很精准地给葡萄植株去浇水施肥 新鲜采摘下来的葡萄 会被直接送到加工车间 通过碎选 机器除梗 力选一系列工序 之后在蠕动泵的帮助下 一颗颗光滑的小葡萄 通过这条管子 被输送到发酵罐当中 从采摘到入罐 时间要严格把控 这样才可以保证 葡萄以新鲜状态尽灌 我现在来到了地下酒窖 酒窖当中这一排排橡木桶 储存的都是发酵后的葡萄酒原酒 到这里一颗小葡萄 就完成了它的华丽变身 江西赣州的巡污县 是我国重要的水果之乡 这两天 当地5800多亩紫色百香果迎来丰收 我们采摘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青色的 这也是最大限度保持它的一个新鲜 待到两三天以后自然熟成 果皮也变得更紫 糖分也逐步累积 甜度增加 口感更好 产量还可以 大概能卖五六万斤左右吧 估计能赚个十多万吧 今天 为提高百香果的品质 当地积极引导农户 适用有机肥 采用物理防虫灭虫设备 真正做到了绿色有机生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